当地时间18号下午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 这是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沙特外交大臣首次访问叙利亚 当天叙利亚总统事务部长曼苏尔·阿扎姆 到机场迎接费萨尔 随后叙利亚总统巴萨尔会见了费萨尔 据叙利亚媒体消息 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 即邀请叙利亚出席今年5月举行的阿盟峰会等议题 进行了讨论 半月12号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访问沙特 并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了叙利亚如何重返阿拉伯大家庭等问题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阿盟终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 多个阿拉伯国家关闭住叙大使馆 近年来 阿拉伯国家谋求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渐高扎 阿拉伯国家谋求与叙利亚关系